刚在家里发现一个非常神秘的包裹 从外表看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你们注意我只要用力一拍 听到这个叫声我总感觉甚得慌 该不会是吓人的玩具吧 我也不记得买过这玩意儿 这到底是啥呀 我已经猜到了肯定是吓人的玩具 就这小X的玩意儿我肯定不会被吓到 敲敲看一下 好像是个玩偶啊 就是这玩意儿啊 这就是一只普通的小猴子嘛 没什么特别的呀 你说这看着也不像人啊 我甚至觉得有点搞笑 你看他带着一个眼罩 背后还有一个批分 这感觉还有一股大侠风范 眼罩可以摘开 这瞬间变萌了 他的鼻子好像有点歪了 嘴好像也是歪的 还是戴上比较酷 拿他的时候你必须轻拿轻放 不然像这样一用力 周围没人还好 人硬多那就尴尬了 他的发声装置在肚子内部 但他身上并没有开关 或是把他拆开的入口 还好他不会自动叫 不然真挺吓人的 除了会叫之外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玩偶 这是啥 他的手里边有一根橡皮筋 两只手都有 可以拉挺长的 手掌部分还有个套子 刚看了下说明 这玩意儿原来叫穿天猴 也就是他真正的玩法 把他的手掌像这样 套在手指上 这个皮筋就能拉长 然后松手 他这个叫声是真让人讨厌啊 对方竟然派出了皮卡丘 就决定是你了 穿天猴 穿天猴开始出头部撞击 来看看他能飞多高 拉到最满 为了突出技术 我在墙上挂了一个目标 差点就中了 冲吧 这样算中了吧 玩了一会儿之后 发现不行了 他的腿给我拉断了 感觉我是不是太残忍了点 但好像没啥影响 还是能玩 我玩的时候 基本上就要到极限了 距离其实也算挺远了 那么好不好玩 还是你们说了算 我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真就是一只穿天猴 就是这个叫声听起来 实在是太烦了 而且非常容易触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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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